不是吧?又來, 又有新病毒 印度爆發了新冠病毒 Omicron新亞變種 疫情嚴重到還要重推口罩令 誰知近日新病毒 煞進來香港, 怎麼算好 我只是剛剛才習慣不用戴口罩 有沒有聽過 現在印度有新的變種病毒? 也沒有 我只知道變種 擔不擔心傳來香港? 挺擔心, 所以戴口罩 也不擔心這麼多 三年多真的這樣過了 到時再算吧, 沒辦法 應該也不擔心 因為香港所有人都打了針 做了衛生措施, 所以就不擔心 所以自己會否繼續戴口罩 或者做甚麼防力措施? 選擇戴口罩 不會脫口罩 也會繼續戴口罩 但是擔心就不用擔心 我會以正常生活為意圖 所以應該暫時 如果不是太嚴重也不會 新冠病毒Omicron 新的亞變種Arterus XBB.1.16 近日在印度爆發 4月14日 在當地確診近有1.1萬宗 現時有29個國家和地區 近出現相關病例 就連香港最近 亦有幾個檢測樣本驗出變種 專家估計是輸入個案 暫時還未在香港擴散 本港有檢測的樣本驗出新的變種 這種是甚麼病毒呢 會不會有機會在香港擴散呢 其實看到世界各地 也有些個案 就說有XBB.1.16 這個新的變異病毒株在流行 你知道香港現在都復償 國際旅遊貿易 都會帶動一些病毒的交流 暫時我們看到個案 就少於10個 在香港 但都預料陸續 就會有多些個案出現 這個病毒的傳播性是怎樣呢 多不多死亡和重症的個案 我們發現它的傳染性 似乎比以往的病毒株 變異得更加是傳播性高 就算是可能天氣熱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掉以輕心 可能會在空氣有特定的環境傳染 另外飛沫或者接觸上 可能它傳染的時間都會很久 還有可能在病發前 都已經有一定的傳播性 我們看到世界各地 甚至香港的情況 我們都知道入院率 或者重症 甚至死亡 應該都不會比以往的增加 新冠病毒的口服藥 和疫苗對這個病毒有沒有效呢 我們現時的資料 就是兩種抗病毒藥 都很有效 去對付新的變種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至於疫苗那方面 我們其實看回就算是初代疫苗 它令到身體製造一個T細胞的一個保護 其實都挺持久的 即使你不停地變種也好 其實這個效能都可以說 幫助到我們預防衝精 死亡 所以都提醒大家 最重要是接種了三針的基本疫苗 市民是不是應該要配戴口罩呢 第一 如果你有一些不舒服 開始 那就戴口罩 避免傳播人 又或者你有一些可能在作病 或者是一些高危工作 又或者你 如果你本身是一些基礎症病 控制得不太好 那怕著你感染了 無論是普通的傷風感冒 都可能令你的病情惡化 都是戴口罩在人多 或者空氣局促的地方 減少受感染 現在是流感的高峰期 近來身邊都有不少人病 有市民就很擔心流感病毒 加上新變種病毒雙重夾擊 特別是對小朋友 家長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有機會引發兒童的結膜炎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病毒 都會引致一些嚴重 和輕微的病徵 跟以往那些差不多 不過唯獨發現 有一個新的病徵 就是這樣出現一些癢 流眼水、眼紅等病徵 就歸落去 我們說是一些結膜炎的病徵 但是通常都不會嚴重 又不會影響視力 又不會有何後遺症 家長有甚麼需要留意的 其實都挺不舒服的 癢 可能睡不著 可以考慮早點看醫生 看看醫生可能有一些藥 可以舒緩病徵 如果家裡有結膜炎 其實傳染性大家要小心 因為眼淚、分泌 還有可能手揮完眼後 周圍摸都會傳染給家人 所以留意個人衛生 和手的乾淨 來避免交叉感染 現在香港都有流感過濾性病毒夾擊 有甚麼情況需要留意呢 流感特別是五歲以下 小朋友的傳播很厲害 特別是如果這幾天開始 復活假後上學 有機會在學校有些小型爆發 我們都提回家長 不如當機立斷 如果未打流感針的 就盡快去接種 因為接種都要兩個星期才起 有抗體 如果流感爆發 都有可能八至十二個星期 那麼長 現在你盡快去做這件事 都可以幫助到 自己不會感染到之後 會有重症 剛才過正常生活 又說有新病毒 病毒有事真的防不勝防 唯有自己做多點 小心點 據我說最重要是增強抵抗力 等我現在去跑幾個圈 做多點運動